水灿演绎下周由台中接棒负责演出的场地 连续来积极布置 场地就选在台中慈禧医院旁的空地 8月11号完成了小巨蛋的充气工程之后 连续来工作人员加紧赶工 先是修补外观帆布漏光的地方 紧接着是运器材装设内部的空瓢 搭设观众席等等 充气小巨蛋长130公尺 宽有40公尺将近6层楼高 8月11号主体外观充气完成后 开始做内部陈设 运器材装空调还要搭设观众席 工程浩大工作人员加紧赶工 今天晚上会从台北小巨蛋 把舞台主舞台的部分 会把它拆过来 拆过来连夜拆 明天早上到这里就开始试作 大概12个小时左右 因为内部还没架设灯光设备 大伙只好靠着几盏灯 在微弱的灯光下摩黑工作 还得一一克服难关 地面上不平 所以必须要每根角调整角 柱子每根立柱都要去调整水平 虽然我们用水平仪去做过 但是因为这个面积太大了 所以要克服的问题还蛮高的 像在看台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大概落差一米 摩黑搭建内部陈设 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记录历史这一刻 中区人文真善美志工 天天排班录影 不放过任何一个镜头 这个是应该是算我们 中部是最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也是算上轮送给我们 最大的礼物嘛 我们当然要做 算历史的新的一页 我们就要好好把它记录下来 硬体设备陆续进场布置 舞台大设完成后 就能开始进行彩排 多一分准备 期许有最完美演出 大约新闻台中综合报道